Omicron变种病毒来世凶凶 为了提升民众的保护力 机会中心宣布 今天开始全面开放符合资格的民众 可以来打第三剂加强剂 先带你来看到 基础加强剂的施打对象 是12岁以上免疫不全或低下者 只要跟第二剂限隔满28天就可以来打 那他们这个厂牌排除了AZ 其他三款都是打这个全剂量的 然而一般民众现在也可以来打追加剂 只要年满18岁以上 跟第二剂相隔五个月就可以来施打 那厂牌如果是莫德纳的话是打半剂 至于BNT跟高端打全剂量 那也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如果要打疫苗的话 不用再到疫苗预约平台了 因为这个平台将会在第18轮 疫苗接种之后退场 接下来就会改以网路电话 或现场挂号的方式就能施打 指挥中心公布第三剂全面开打 但开放第一天民众意愿似乎不太高 我想有一大部分的人是 时间还没到 那第二部分有这个层次占最大宗 那另外有些民众是他们第二剂打完之后不舒服 想要改打一些其他的疫苗 截至二十二号为止国内打第三剂 追加剂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三二 指挥中心现在将第三剂分为基础 加强剂和追加剂 若是一般民众完整接种两剂 间隔五个月后 就能选择四种厂牌的疫苗 接种追加剂 另外针对免疫不全或免疫力低下等八类民众 打完两剂后只需间隔二十八天 就能够接种基础加强剂 可施打厂牌包含BNT 莫德纳和高端排除AZ疫苗 是因为可能无法达到基础加强剂的效果 因此不列入 第三剂疫苗规则繁琐 民众容易乌萨萨 到底怎么打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前两剂要是施打完之后 你自己身体状况是好的话 我觉得你选同一种的疫苗 是最好的选择 除了AZ 因为AZ非常不适合当追加的疫苗 医师建议如果是疫情严重的国家 应当首选抗体效价较高的MRNA疫苗 但目前台湾疫情相对安全 民众可评估身体状况副作用 无论是打原厂牌疫苗还是混打 可仔细评估最适合自己的疫苗 再进行施打 华世新闻柴琪 陈一伟台北报导